大家好,欢迎齐来灵修两分钟,我们又见面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读佳泰书做灵修 每一天,我们会读十节经文 大概15日之后,我们就会完成整本佳泰书 今天大家可以在家读第一章,第一至十节 我在这里想给大家佳泰书写作的背景 家语泰书是保罗写给家语泰教会的书信 原因是家语泰有些犹太的基督徒坚持归信基督的外族人要守旧约的国位 保罗在这个书信写给家语泰教会的主题是 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自由 基督徒怎么可能活出真正的喜乐的生活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 恩典和平安 我们怎么可以活在神的恩典和平安里面 我们一起读第三至第四节 如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典和平安 基督遵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 见上了自己,好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 保罗在很多书上一开始 都是以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去祝福收信的人 保罗不会用闻头语去闻头收信的人 而是用祝福语去祝福他们 因为保罗知道这些祝福语不是普通的祝福语 而是没有能力和权柄的祝福语 保罗知道在基督里面就可以活出真正自由喜乐的生命 我们怎么能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平安里面 在神的祝福里面呢? 神起初做人做亚当的时候 在伊甸园亚当是和神一样圣结 他和神有一个完美的关系 亚当吃生命上的果子可以得到永生 但因为他犯罪结果是死 与神隔绝 亚当离开伊甸园之后 又成为孤儿 成为属令上的孤儿 和神疏远大神爱世人 去把独生子耶稣献给我们 任何人只要悔改 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他成为他们的救主 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再和神建立新的关系 神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 但我们脱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 可以活在天国里面 把天国活在地上 神想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恩典和平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四岁的时候 和父母有一个好关系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感受过这种恩典和平安 来自我们的父母 那种平安就是 我们每一天都不用担忧 有没有饭开 有没有学校去 有没有地方住 也不用担忧父母会离起我们 我们有那种满满足足的平安 和我们也拥有 父母给我们那种满满足足的恩典 神就是想我们 今天活在耶稣里面 天国里面 那种满满足足的恩典和平安 你现在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 大家一起讨论祷告 主耶稣基督 多谢你为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今天可以借着你来到神前 和神有一个关系 主帮助我们 可以在天国里面 在主里面 活在你的恩典和平安里面 帮助我们 完全信靠你 不用为生活而犹怒 和担忧 我们可以完全 全然地活在恩典和平安里面 以上我祷告 和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 祝福大家 下次再见